EOS R5 和 R6 的新印體已經推出了 不知道大家更新了嗎? 沒錯,之前Youtube 也有朋友問我們怎樣可以更新的Firmware 如果你買了相機又未更新的Firmware 就記住留意以下的Firmware upgrade 教學 更新相機的印體之前 可以到設定中,SBARLA 第五版 看看自己的手機現在是甚麼印體版本 到這裏之後,你見到最底就是印體的位置 現在EOS R5 和 R6 最新版本暫時是Firmware 1.1.1 如果是舊過這個,就建議用家自己更新 要更新相機的印體 首先可以到Canon Hong Kong 官方網站 在右上角點擊支援 再輸入相機型號 入到商應產品專頁之後 可以選擇使用的電腦系統 一般來說,網頁會自動檢測到用家的電腦系統版本 之後在類型上選擇印體 再按搜尋 這個時候用家應該會見到 EOS R6 印體更新版本 1.1.1 按它便可以下載 將下載到的印體解壓縮 然後將裡面的 EOS R6 111.FIR 檔案 複製到一張 SD 卡上面 再將這張 SD 卡插入相機 然後開機就可以了 開機之後,可以到設定中的這一頁 選擇最低的印體 然後選擇相機 相機會在記憶卡確認有適用的更新 這個時候用家只需要按確定就可以了 整個更新的過程大概10分鐘 用家記得千萬不要在相機進行印體更新的時候 去關機或者按任何的按鈕 是不是非常簡單呢 沒錯,就是非常簡單 在這裡亦都要提醒大家 鏡頭亦都可能需要更新的Firmware 更新步驟很簡單 一樣去到我們網站 下載專用的Firmware 然後在Menu裡面 選擇做鏡頭 就可以如常更新 特別是配合了 R5 R6 8 級防震鏡頭 大家記住要更新Firmware 而發揮最好的防震效果 ESR系統上的控制鏡頭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而且可能都用過 在YouTube上面有時都會見到 有朋友問我們 究竟這個控制鏡頭有什麼用 我們為大家示範介紹一下 去到Menu裡面的這一頁 你會看到自定轉盤 我們按下去 你會見到最底的控制鏡頭 按進去之後 有很多不同的設定可以讓你選擇 一開始你會見到有曝光補償 有快門的速度 光圈的大小 以及ISO感光度這些可以選擇 而現在去到R5和R6 更加多的設定可以讓你選擇 包括有閃燈曝光補償 自動對焦的方式 你可以選擇Picture Style 選擇White Balance 以及色溫的K數 這些都可以讓你設定得到 你會留意到 這一堆的Icon上面 都有共通點 就是它有個箭咀向下的符號 但下去繼續向下 其他有些相近的符號 都可以設定光圈 ISO這些 但它沒有那個箭咀 其實箭咀就告訴我們 你要半按快門 再去領這個控制鏡頭 它才會有那個效果 而沒有箭咀的那些 你就直接領控制鏡頭就可以了 最吉封 之前就有朋友問我 模範機會不會很不穩陣 又問我R5和R6是用什麼 可不可控制 為了解答大家這個問題 我就專程在日本運了一隻 尾合金的機身 R5就是用尾合金來做的 敲一下給大家聽 一聽就知道覺得很穩陣 而R6也是用尾合金的機架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拍照 來到第八集 追究風我們這麼多題材 今集說什麼 我們當然有大堆東西跟大家說 拍完照當然要看照 我們今集將會說 和看照有關的功能 我們立即開始工作 首先跟大家說些基本的東西 相信大家拍完照 看照這些是基本動作 其實相機按了Payback之後 預設在機部手指公的轉盤 去做轉相機 然後機頂的轉盤 做做放大功能 其實對比我們以前的機 已經散略了 按放大鏡的步驟 如果你們習慣了 用我們以前的機 要按放大鏡 然後用食指 去做這個放大功能 大家可以跟著我進去Menu 看到有切換兩個Note 符號這個option 選了這個option 啟用了之後 現在我的食指可以直接放大照 而後面這個機身的轉盤 就用手指公來轉相看 這個好處就是 看到我的手指公 保持在同一個位置 不用上下兩個轉盤切換 用兩隻手指做兩個操作 那就會方便很多 相信很多人是Playback的時候 都會想看看自己拍的照 是否重不重招 究竟Playback和放大 又可不可以同時進行 甚至可不可以按一個按鍵 就做到呢? 現在我們給大家一個提示 去到Menu裡面 大家先去到這個版 去到自定按鈕的位置 進去之後 滾到下面 我選一個按鍵 做一個例子給大家看 今次我選一個Z按鍵 按了Z按鍵之後 你會見到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設定 給大家選擇 今次去到這個 Playback加個放大鏡的波方式 放大影像的按鈕 按了進去之後 再出到外面 當你是Playback的時候 你就一下子按Z按鍵 它就會同時做到兩件事 包括Playback 相片和把它放大 如果你有留意我們第一集 教大家如何設定100%放大的話 亦都設定了的話 它就會立即做到 省很多時間 相信大家出去拍照 拍全日一定會拍到很多照片 如果大家想找到某一個地方 或者某一個時段的照片 其實大家不需要 只需要用轉盤 逐張逐張照片去看 有一個更快捷的方法 就是大家可以試用 機頂這個轉盤 去滾去 它會出一個Thumbnail的形式 去顯示給大家看 我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大家會見到 首先有4個JG Phone 9個JG Phone 36個JG Phone 以及100個JG Phone 經過這個形式 大家可以快速看一大堆照片 去找你想要那張照片 接下來 就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究竟Rate按鈕有什麼作用 Rate這個按鈕 其實就是給大家按一至五星 去為自己拍照 去做一個評分 做個示範 譬如現在螢幕顯示的這張照片 我是不太滿意的 我按一下Rate這個按鈕 可以給它一顆星 之後你就可以知道 這張是一顆星的照片 譬如多按幾下 看見這張照片 我比較喜歡 我給它五顆星 你只需要連按幾下 可以給它五顆星 這張照片 這個功能可以方便你 在之後 譬如在電腦 或者在一些 例如DPP的軟件上 去找一張照片 可以按著不同的評級去找照片 方便快捷很多 沒錯 而這個按鈕 亦都是Voice Memo的按鈕 Voice Memo一直都是 在一些系列上才有 今次R5 亦都加入了 這個專頁功能 這個功能 方便新聞 和泰國記者 對影像進行整理 語音備忘一次 最長可以錄製 大概30秒 亦都可以為同一張照片 進行多次錄製 每次錄製的聲音 就會疊加 然後Save為一個文件 語音備忘的音質 亦都可以在Menu 選擇高音質的48kHz 或者低音質的8kHz 在playback照片的時候 只要按著Voice Memo的按鈕 兩秒 就會錄製一條語音備忘的聲音 那條聲音 會和你的照片 有相同的檔案名稱 亦都是一個WAV的音訊檔案 大家可以經過相機 或者電腦 去playback這條聲音 要進行語音備忘的方法 十分之簡單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在playback的畫面 大家只要按著WAV的按鈕 兩秒左右 就可以進行錄音 放手便完成了 歡迎大家收看 ESR功能逐個看 放開手 你見到它Save了之後 最頂部有一個音符的符號 代表你完成了 現在下電腦看 大家會看到這張照片 以及同一個檔案名稱的音訊檔案 而Race按鈕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除了第一個預設的分級之外 大家如果只需要錄製語音備忘的功能 而不需要為相片評級的話 可以選擇第二個功能 而第三個播放語音備忘 長按錄音 就是如果你想按一下 它就播放語音備忘 和長按進行錄音 就可以選擇這個 而第四個功能 就是保護功能 之後我們會再為大家解釋多些 而鏟除影像方面 最後一個功能 如果用家想去 將鏟除影像的功能 去搬回左手邊 用左手去操控 而右手就是騰出來 只是去選擇相片 去雙手操作的話 就可以選擇這個 去做Race按鈕的功能 接下來 就要和大家介紹這個 保護功能 如果大家不想錯手 訂閱錯了這張照片 大家就要留心 大家首先可以 preset 一個按鈕 去做這個功能 時間關係 我已經設定了 景深預覽按鈕 去做這個保護功能 這個時候大家只要去 playback 你把照片保護的照片 簡單按一下 你剛剛設定了按鈕 之後 你會發覺上面 會有一個鎖匙的符號 代表你會保護了這張照片 這個時候 如果我就按 按垃圾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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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告訴你 防止設定保護 這個時候如果你想 解除保護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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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消失了 如果你不想 逐一張照片 去保護 你可以一 batch 去保護 首先 在Pay Bay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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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多個 有三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範圍 一會兒表描示範一下 第二個就是 記憶卡的所有影像 保護了 第三個就是 解除保護所有相片 按鈕 按戰訊 去選擇範圍做示範 進入後可以設定第一張影像 我選擇第一張G級風 設定後選擇上設定的範圍 最後的影像 這個時候所有都會保護到 有時候可能有些用家 會需要將一張卡的影像 傳到另一張卡 或者做一個備份 這個時候有一個非常好用的功能 大家可以去Playback menu 裡面的影像複製位置 按進去 你會見到有四個選擇 首先是選擇影像 範圍 選擇Folder 以及全部影像 首先我們講一下選擇影像 按Set鍵進去 進去之後 你會選擇影像來源的資料夾 進去之後 你會見到有很多相片可以選擇 這些是之前拍的 我選擇 按Set鍵去選擇 可以選擇多重相片 例如選擇幾張 選擇幾張Jacob Tang 你選擇好之後 按Q按鍵去確定 再按確定 之後再將你的相片 想去哪個資料夾 都選擇 最後再按確定 它就會進行複製 這個就是選擇影像的做法 至於範圍 其實都差不多 選擇影像來源資料夾 進去之後 它會展示到 你剛才所拍的 那麼多相片的一些筆線 你只需要選擇 頭尾兩張相片 去標示範圍 讓相機知道 你要複製哪些 按完之後 一樣都是按Q按鍵去確定 繼續再按確定 還有選擇去你的資料夾 這裡你會見到 因為剛才已經有相同的影像 已經抄寫過 這裡你可以選擇 或者取代現有的影像 我這裡就取代現有影像 再按確定 那相機就會自動 過了相片 去另一張卡 去複製到 那今集我們先說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Like我們的影片 還有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歡迎大家留言給我們 沒錯 如果大家覺得看完我們的影片 學到東西的話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以及將我們的影片 分享給你們的朋友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這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了